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 这把PK的话给兄弟们还是解说到我们福战的一线豪门队伍钓鱼岛打建会的一个比赛 对面的话应该也是一个福战队 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区的福战队 对面的话是一个虎镇的一个小客 虎镇的一个小客的话跟大客是没有什么区别 对面的话是一个212的一个队伍 女儿圈武章冠 花果山 神武林 戴华生 观战番的话是一个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虎镇 开了一把农镇 农镇这个阵法的话全能型的一个阵法 所以说的话 被小客5%的话其实说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以看得到啊 对面的硬件也不差 就善儿有抱宝宝开 打法的话也是比较的先进啊 就兄弟们可以 其实看建会的话可以看出 就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指挥的一个技术 对面的话 开局的话善儿有抱宝宝压观战番的大灯光府的一个血线 就压低血线之后的话 观战番大灯光府的话就不太好跟早前军 不太好点人 只是说没有压死而已 对面的话虎镇 观战番的话放下土刀给对面虎头为了一个花果山 我觉得孟宝宝宝的女花果山比男花果山要厉害一些啊 有西沙老街的那个 对吧 对面的话出了两个小孩 对吧 两个小孩对面应该是对吧 自己给自己出 魔性七八自己给自己出 先进七八 两个小孩 我觉得孩子出的有一点点早啊 观战番女儿穿一速 对面一把金 一速是完全有能力控制对面两个缝隙的呀 就是怎么控呢 就一速啊 控一个啊 对不对 对面 就175的话低等级可以有配速 对吧 超千速能解 高等级的话是没有那种对吧 超千速的 有那种超千速的话也没有什么生存能力 就不存在 对吧 我一速封你的二速女儿穿 对吧 你下回二速女儿穿可以超千速解自己单回合出手 那不存在 就所以说我这回要封你 下回要封武装冠 就所以说的话 就一速如果说封印命中率准起来的话 对吧 一个封两个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 观战番的话 三个有报 去压对面的一个花果山 因为花果山这个门牌的话 倒地的话 状态的话也会掉一些 他也是需要要站起来之后 对吧 稍微跌跌状态 所以说的话 倒地的花果山伤害也没有那么高 对面武装冠的好准 需要吃完挂 观战番这一次PK的话 小死玩不是特别准 所以说国标这个阵容的话 为什么难玩呢 国标这个阵容之所以这么难玩呢 原因就是说 国标这个阵容的话太看点了 对吧 你首先得硬件好 对吧 物理系 法系硬件得好 其次得宝宝硬件好 对不对 你宝宝得压得住对面 宝宝得跟对面的宝宝没有差别 再然后呢 对吧 可能说你被克正了 对吧 你得大潭官府叠漫天叠得快 对吧 你打个PK 你不可能永远是你克对面嘛 所以说的话 得大潭官府 你力风的时候得叠漫天叠得快 顺风的时候得小死玩挂得中 所以说 大潭国标这个阵容的话 对吧 反正我觉得 容错率很低的一个阵容 真的容错率很低 没有什么容错率 你点倒人之后就 呃 上个月不是雪山三千万战神 打正宝哥吗 前期那么好的局 完美开局 两回合被正宝哥翻盘 对吧 你点倒人之后 你还要想 你要怎么样能够把对面给清出去 就现在的话 跟以前的梦幻西游版本是不一样的 以前的梦幻西游版本 你点倒人之后的话 反正你冲对面 现在就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就是换顺法 一种选择就是依靠法系的取妙 来清产 就现在的话多了一种选择 你什么时候换地厅 换地厅的时机非常重要 把你地厅换早了 对吧 自己学亏 换完了 对面又起来了 所以说的话 现在打国标队伍是真难打 而且现在复战队表层差距也没有那么大 OK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对面的话也是给花果山的话 直接起了天地 天地的话反止小死亡 所以说武装怪的对武器是比较克地府 给关键单位来个天地就行了 只要小死亡不用走没有关系 我把把点拉自己就行了 神木铃的话不用散天地 神木铃有神用武器加163 一把金银 金银事后的话小死亡肯定是要挂 要挂的话就要挂对面的神木铃 女儿村金银看风啊 看一下小死亡挂谁 哎呦这边没有挂小死亡了 金银没有挂小死亡我感觉好亏啊 对面花果山起天地的话就有一点点亏 斯托宁起天地的话可以飞这样 就如果说你起天地 你速度比关键番快的话还行 对吧你先出完手之后再倒地嘛 就你这边的话 你起天地速度比关键番大弹官府慢 你出不了手啊你出不了手的话等于说 对吧你一回合关键番消耗你一个九转 没有意思我对面也满分路也不敢用 对面女儿村选择封地府啊 也是比较怕地府挂小死亡 地府化身都看风啊女儿村 就这把女儿村她不好封人 你懂吧她地府化身都都看风 这边她选择直接点对面的化身啊 兄弟们 开刀有暴毙一千七 那扫过去这个化身看起来还可以 不过后面有一把秦三蝶 打得好凶 毕有毕有毕有 秦三蝶没有死 关键番女儿村还有一手 还可以换 化身倒地五回合 比赛结束 就说那么 哎 其实话说回来 你像这种比赛的话 就怎么说呢 就这种 嗯对面这个队伍的话 应该是属于那种 嗯 应该在剑会里面 属于那种 中等的一个队伍 其实 说句心理话 你打剑会的话 如果说 你不是碰见那种 嗯 紫禁城啊 珍宝格啊 其实磨练队伍的 一个 就是锻炼队伍的一个目的 其实达不到 因为你比赛的质量没有散去 对不对 你就像这一把 虽然说打得很好看 对不对 小克打得这么猛 但是起不到锻炼队伍的一个作用 对吧 你打负战的话 你敢点人家的一个化身吗 对不对 所以说 像看见会的话 还是得看高端对局 复战队打复战队 对吧 化身倒五回合 这边地府宁元一言 对吧 地厅一出 这比赛结束了 千条狗 狗都能赢 真的 对面地府也不 对面女儿村也不争地府啊 不争地府 下河 下河祸 报告 就正 hacker 女儿村 对吧 地府直接栓严 对吧 女儿村给地府丢魂啊 真是肯定真不了了 这边换地厅了 对吧 大弹关火 大弹关火有宝宝换不了 神不灵有宝宝换不了 没有宝宝都可以换地厅了 对吧 真对面 对面丢魂啊 对面收宝宝你看 真懂 对面直接宝宝回收 好吧 比赛实际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地厅 还可以地厅 还可以刷一把出去 对面 两个关键单位 点倒之后的话 这个地厅的话 神不灵没有秒到 势必是一个全魔的地厅 下一个段罗汉 好吧 看一下全魔地厅 还能够刷一把出去 餐寝学乙 没有宝宝 餐寝学乙加宝宝的法宝 对面餐寝学乙 一看一下 宝宝换 换法 想换地厅 没有换到 那最起码三把敌 对吧 跨身一把 地府没有 大弹官府 有一把 这边开无间地狱 好吧 神不灵应该会比地厅 要慢一些 就差不多了 可以哈了 两把敌 餐寝学乙 无间地狱 差不多三把敌 全魔地厅三把敌 一万一 一万一 对吧 输就输吧 输 对吧 输个比赛还得 送你一把地厅 真的 也是痛苦 说个心里话 两千三千 对吧 对面生命 借了一把罗汉 喜欢泡哥视频 看完视频 点个双击 点个赞 下集 我们再见 下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